这个一酷二酷的回球线路非常正常 你看一到第三酷以后 它角度会增大很大 我把先手交给对方了 因为选手 这两位选手都是第一次打这个转播台 所以说对这个酷边的橡胶的这个感觉 好像还不是太好 还是用夹杆 它角度放到越直越好 因为它三号形成的角度会越舒服 轻轻的按 它有一个反角度出来 走四号就方便了 现在中矩好像我们说的 就是整个一场比赛的中绝 都进入舒克克的节奏了 好球 像台子上我们这次赞助商的九师 这个球台 现在有时候我也等他们比赛完以后 我也去打两个 非常不错 有时候打打真的非常具有世界一流台台子的感觉 九师也是花了很大的代价赞助这次比赛 所以说有时候我真的非常感谢几个赞助商 为选手提供这么好的机会 而且从器材角度来说的话 当我们如果说我们这里的器材能够达到世界顶尖水平的话 就标志着我们对于这项运动的硬件环境 理解还要认识已经达到已经达到一定程度 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已经达到世界顶尖水平 因为这个软件硬件都要兼备才可以 从软件方面呢 我觉得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是时间 我们需要在九球当中出现像类似于像小灰这样的人物 对 能够来带领 现在女子女子有了 女子有潘晓婷带领 碰到了八号球之后 八号球贴裤了 不怎么样啊 角度没有找好 其实潘晓婷已经很不错了 05年的时候已经是拿过日本公开赛的冠军了 对已经日本公开赛好像是台湾那个世界杯也拿过了 好像拿了三次世界冠军了 是 哦 他现在 来 做一个干防守 这有点像斯洛克里面的 碰酷防守 挡到了 挡到了 你看最简单的一个球谱 你看给他一弄 就变成形成对对手的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他知道你能毁进 但是台面上只有这三颗球 你形成的就是漏球的概率肯定是非常大的 张晓婷还是用跳杆 因为用跳杆的 这根球用跳杆的好处就是他直接可以翻弹 对 就他跳准以后就直接可以翻弹 你看张晓婷已经两次出现这个情况 你看主球老是打太后你看又朝底带口走了 好处的是稍稍靠近台课边 对 架杆难一些 难一些 但是问题这种 在九球当中对于这些高手们来说 但也不一定的 也在慢慢的消耗他的精力 他也要去考虑一下 看看苏克的这根怎么样 看看苏克的这根怎样 看看苏克的这根怎样 他就是把这个包袱我扔给你 扔给你了 我就像比如说我慢慢阐势你 我可以打我就不打 对 我领先我领先你三盘 我不紧 我慢慢跟你玩 我觉得这个真的找到他 刚才那一杆你看是 说完了短距离的防守 你看这一杆远距离的防守 张晓婷肯定这个概率 事物的概率就增大了 恐怕像刚才这种球的话 应该 有九个都会选择 赠攻啊 这已经是算机会了 你看 对啊 但还不是 那怎么说呢 还有一个理解就是说 我 没把握 对不对 我再给你做球 对 然后你再给我漏球 这个球要再不打 这个说不过去了 对啊 这个球 这个球就 他远距离一打 这个概率就失误率很大很大 这杆球真的 没想到 他会做这么好一个防守 有经验的老将 真的真的老将 太稳了 这个 就是他等于在球台上 努力减少任何失误 失误概率 把这种概率降到最低 赢球为最终目的 对 好了 你看 你看 又收掉了 又收掉了 那是不是 7比3了 对 7比3了 刚才是5比3 现在一下 最早是3比3 是不是 上来之后 帮帮帮 下四成 到7比3了 这个时候张树春呢 也没有必要着急 因为从双方本身的实力 对比来看的话 这样的比分是很正常的 所以接下来 我觉得对于张树春 就完全要把包袱放起来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提到了 这个双败淘汰赛 就是你输了还有机会 对 就是给你机会多的 对啊 你就好好享受比赛就可以了 往往又这样的话吧 如果说你能尽早的 能够把比分追进的话 对 把包袱又压到 苏惠特这一边来 你看张树春 有时候怎么说呢 我们中国选手 有时候 就像小慧也一样 我们一直也跟他说 你不管要输的 还是赢的 那个表情 真的要学学国外选手 很放松 很自然 昨天有一个场景 给我印象很深 下午的比赛当中 珍丽特李和张树寒 珍丽特李会跟张树寒 开玩笑 开玩笑 昨天晚上 他跟哪位选手打的 那个就是复加赛的时候 我们的 珍丽特李是吗 对 我们的国际裁判 朱英做他们的裁判 他也跟朱英开玩笑 因为朱英放完以后 他自然特李跑到球以前 你看 他跟裁判说 球没放紧 裁判说 有可能 过去的时候 资丽特李就笑了 不是不是 我跟你开玩笑 这个比赛 大家都拍手 觉得非常好 他已经 自然特李已经当比赛 当好像一种热情 对 资丽特李呢 在这个来自女子的 B组当中的败部呢 将会来面对 来自北二兰的选手 凯伦科尔和中国选手 韩方之间的输者 输者 对 那么 也就是说 真丽特李和他们之间的胜者 将会锁定 这个小组的一个出现名领 在今天 应该全部能 全部能打出来 昨天真丽特李的女儿过生日 是吗 非常好的 我们看到他 跟他女儿过生日 潘小婷 买了一个蛋糕给他 他跟我们 反正就说 这是潘小婷 所以主要 这个真丽特李的这个外号 叫坏了 所以很多朋友都以为他 真的是他 其实 其实 好球 漂亮漂亮漂亮 大家漂亮 张树春终于 终于摆回一层 带球借分离脚 对 打进了九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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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点风险的 因为你 九号如果真的挺带口的话 给对手的聚会是 太太简单了 这个时候 张树春采用这么薄的打法 是有道理的 对 要让给对手一个明确的信号 我开始反攻 对 你不要轻敌 你轻敌我就要来了 就是这种感觉 你不要给我机会 对 对对对 这个球真的借的好 你看 再重一点点 他这九号就不进了 而且九号球是借着带脚 磕了两下 这是有时候 他们裁判开会的时候 我们也有时候在 也旁边也听 就是像如果这九号球在三秒钟以后 在三秒钟以内掉定带的算的 如果在三秒钟以后 裁判会数的 如果三秒钟以后 经过观众走动或者什么产生震动以后 这球掉进去不算 还要放回原底 这个规则非常非常好 前两天有一个朋友问 就是说 如果比如说除了九号球 其他的球打出了台面 还要拿回来放吗 那是不要放的 不用放的 因为九号九球呢 就只有这个九号球是要放回到 对 打进九号球 犯规的情况下 你还要放回 的确的确 吉他球都不用放 不用放了 苏凯这看球开了 好像七号八号也在连在一起 七号八号位置不好 就像你刚才说的 他们比赛真的跟自己在比 你看 看苏凯这看怎样防守 嗯 出来 哦 力度 力度大了一点点 但是还好 还好 还是有 有 有看得见 对 如果这个球小一点点 藏在九号球的后面 那个力度就 太美了 这个是 但是呢 如果是在九号球的 这个正 就正对九号球的方向 恐怕还是有分离脚 能够翻带 对 所以我估计可能 以苏凯特发现这一点 稍稍让他过一点 嗯 这样的话 等于你现在 等于你 只能往前进攻 对啊 你现在没法打翻带球 对 如果你处于同一水平线 是有机会打翻带球 你可以 你可以利用 利用三角 对 看看这个球怎么处理 好 他可以把三号 往七号八号 自己自己 碰一下 凶 还是要攻啊 攻啊 好 运气不错 好 张志生 这样是快打声招呼 这不是他想象中的 这个最情况 嗯